大家早 我是小林 这个视频我们必须 我们必须跟进 继续跟进资本市场的异动 这种我们叫做异动 异常波动 这绝对不正常 正常不绝对 绝对不正常 怎么说呢 昨天已经我们就说到 中国股市暴跌的事情 包括香港股市 其实全世界跌得最惨 跌得最最凶的 就中国市场 香港市场 那我昨天晚上 一个跟进一下美股的走势 一个看看今天早上开盘 中国股市怎么走 我又继续跟进 得出一个更加深层的分析 更加完善一下我们的分析 首先 关于外围 我昨天晚上我是这么说的 我说外围也在调整 最近这个确实 但是外围调整是调整 不是暴跌 像日本股市里看到 它也是一个调整的过程 现在调整体现在哪里 昨天晚上 道琼斯指数还在创历史新高 一溜的那种旅游 消费 像迪士尼 上涨6%以上 昨天晚上 所以你看到的 人家是一种结构的调整 为什么会有这种结构的调整 我给大家解释解释 它一个是 之前 因为疫情 那种什么远程办公 远程医疗 人工智能 它处于一种超配的状态 什么叫超配的 就配置过头了 什么电动器 就之前 因为这种股票 它跌死了 明白没有 这什么旅游 消费 航空 这种股票跌死了 它机构就把资金 从这种股票就抽出来 然后它没地方可去 然后就买这些受益的股票 对吧 所以之前这种科技股 它处于一种超配的状态 因为这种消费股 在疫苗 这些因素没有落实之前 它不能买 一点都不能买 它不能负这个责任 我说了 你要站在机构的这种操盘手 机构的这种运营者的角度 想想这个问题 因为他们也是打工的 明白没有 他们也是打工的 你没有个着落 我不敢买 我在疫情期间 我买了个谷歌 跌了是谷歌的问题 明白没有 因为这个时候就应该买科技股 大家都说它好 买一个zoom 比如对吧 远程办公 如果它爆雷了 是它的事 我不用负责任 作为基金经理 我这个时候疫情这么严重 疫苗又没落实 我无端端 我去买个迪士尼 我去买个麦当劳 当然麦当劳也长得不错 麦当劳可能体现在外卖上面比较多 比较买航空股 对吧 我无端端 我自己自把自为 我去买个航空股 我要负很大责任的 所以这种配置上面的转移 人家美股 日本股是我也看的 什么ANA 最近都不错 走势很好 越走越好 因为大家已经看到了 这个疫苗很有效 再继续只要 随着天气也会暖 夏天也来了 这个病毒基本上已经搞定了 市场有这种期待 所以他在资金在做转移 明白没有 他在做这个调整配置 调整配置的时候 他之前涨多了 他就跌一下 所以你看美股 人家道琼斯指数还在创历史新高 你还 我们广东话叫做 就是广东话叫赖 就是赖别人 就是你把自己原因搞在别人身上 说没说没股爆跌 人家没爆跌 人家创历史新高 所以看外围 现在主要人家真是一种调整 是一种仓位配置的调整 而中国股市 现在不会调整 我今天早上我在确认一下 我为什么今天早上是一个确认的窗口 因为像昨天跌的这么厉害 他通常来讲 他今天他已经在这个市场里面短线来讲 没人赚钱 全部人都亏钱 大家都亏钱的情况下 一般来讲 他会有个反弹 一般来讲 因为大家都亏了 他在出售的意愿就下降了 对吧 一般来讲 所以股市永远是波动的 他涨也是波动的涨 跌也是波动的 跌永远就波动了 今天早上 一开盘还在猛跌 特别是什么香港这种科技股票 什么美团 腾讯 中国的一溜的股票都跌死 往十里跌 一开盘坚定下挫 一走都不回头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你看到昨天晚上 美股明显已经在兜底了 坚定的不回头 我觉得有一个差别在哪里 有一个差别 它是外围 你看它只要这个疫苗 什么落实了 它这种又派钱 你看美国就一共派了几千美金 每个人 它到时候恢复是很快的 比如日本它有一个go to travel go to eat 到时候只要把这些一开通 它经济一刷上来很快的 而且是报复性上涨 因为你以前也没有补贴 像旅游吃饭也不补贴 你现在补贴了 到时候刷上去会比以前更好 明白吧 所以中国没派遣 中国没派遣 包括香港到现在其实没落实 香港也没有落实 香港 你对比一下香港 以香港的这个金融中心 你才分五个月 每个月一千块 这个太少了 太少了 人家美国 你香港人均GDP很高的 你美国的 人家派三千多美元 日本是无限制的 go to eat go to travel 是无限的 只要你一直花一直补 补百分之五十 刺激性很强的 人家是 中国没有 那从大宏观来讲 人家就从中国 配置到美国去 配置到日本去 人家是国际流动的 大资本 华尔街 人家是国际流动的 资金坚定的抛售 还有我昨天说的 那个人民币高 刚好你人民币也高 那资金就跨境的流动 大资金跨境流动 资金在坚定的抛售 你从今天早上的 这个走势一看的 坚定的抛售 他亏钱也卖 因为你经过这几天 这样崩下来 按理来说 应该有个反弹 按理来说 因为大家都亏钱了 出售的意愿比较小了 这个时候还在坚定的 往下卖 不断的抛售 也就是我亏钱 我都要卖 我一定要卖掉它 它是这个反应 你明白吗 现在市场是这个反应 我亏钱也要卖 我一定坚决把它割掉 割又也要割 就反映出来的 就这个现象 我觉得是 我昨天说两会 有的人不理解 我也没 可能没说得很清楚 像两会这种时候 虽然我们一般的民众 我们是 感觉这个两会 一直都是这样的 一直都橡皮图章 但实际上 对于这种 有权有势的人来讲 两会还真不是橡皮图章 两会还真的就是他们一个沟通的渠道来的 对于李嘉诚 对于这种政协常委 各省的这种达官贵人 对于什么马化腾 马云 以前的黄光玉 王健宁 比尔盖茨 不是说到外国的了 是吧 曹德旺 就对于这种达官贵人 有一些在说不出名字 但是他也很有钱的 可能是一个上市公司高管 上市公司的董事长 对于这种人来讲 两会还真的就是他们一个沟通的渠道 对于这种投资家来讲 他不是碰运气的 我们是碰运气的 我们是瞎猜的 我们对这个市场明白没有 我们散户是猜 是判断 是预测 预测是散户做的事情 我告诉你 我之前我说股市 我就说过这个观点 对于这种大庄家 真正的投资家来讲 他们不是做预测的 我说你凡是做预测 你十次肯定有两次三次是错的 那你可能就亏回去了 你错两三次亏的钱 你可能就没赚钱了 一来一回 为什么很多人炒股票炒来炒去不赚钱 因为你凭预测 基本上你很难赚钱 人家可不是凭预测的 人家投一个项目 比如特斯拉马斯克来到 我投一个项目 我是跟你谈好的条件来投的 我不是预测你中国会怎么样 当然人家也做商业分析 他们有专业的商业分析 我在中国没看到 我在日本经常就看到 日本大街上有人在统计 那个车流量 人流量 它有个完善的市场数据 人家说今天这个路口 每天平均有几台车经过 有几台车能看到这个广告牌 人流量各方面 人家统计的很完善 跟我们的散户可不一样 他们对于自己投资的需求 比如李嘉诚这些 他是要反馈的 大家要坐下来谈 我今年我这个项目 大概要怎么走 我需要政策怎么配套 但如果这个过程当中 谈不好 谈不拢 这就会有影响了 对吧 现在恰恰这个两会 我们看得到的是 真的是瞎扯 现在就真的是瞎扯 作为一个来投资的 它特别是跨国的大资金 它不可能 比如什么什么大马西 这种 人家不可能跟你这样玩 你天天吹牛皮 你中国人天天要听你的 我可不听你的 对不对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今天看到个很搞笑的 两会里现在都在搞什么鬼 我读给大家天天 都在拍马屁 都在扯什么 你这样 你一个正常人就觉得不正常 我都在拍马屁 什么李克强 都赞颂国家 习近平是领航把舵 广东省委书记 李希尔 大家开会都在拍马屁 强调经历大战大考 更加深会体会到 总书记领航把舵 是我们最大的信心所在 底气所在 力量所在 都在拍马屁 每个都在拍马屁 贵州省委书记 这个 战 移情 总书记带领我们进行 惊心动魄的抗议大战 惊天动地的脱贫大战 惊叹世界的经济恢复 大战 享有崇高的威望 贵州人民永远感恩总书记 感恩党中央 每个开会都这么犯狗屁 我告诉你都犯狗屁 福建省 福建省委书记 省委书记运帝 曾经来之不易 这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 掌舵领航和党中央坚定 坚定的领导 蔡奇 五年来成就极不平凡 举世公认 这根本在于 有习近平总书记 掌舵领航 有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科学赢了 人家你看 你作为一个国际投资者 开两会 你开成这样 我还有信心投资吗 你就一群傻逼 你明白吗 谁还跟你玩 就是在扯 谁投资 谁还敢呢 一群疯子 人家觉得你开什么鬼会 一群疯子 所以你这个关键的 人家当你这个两会 就是我也知道你中国是 是个独裁政权 但独裁政权 你要给我们开个会 对不对 你没有国民议会 你不跟你国民聊也就算了 你跟我们投资者 你也不聊 我就撤资呗 是吧 我就撤资呗 有影响 这个两会真有影响 一边开一边跌 这个两会一直就没跌 没停过 一直跌 越开越跌 人家就看到你这个两会不对劲 有些代表的吗 他有些带联上去开会的吗 开会 这开的不行 人家打一个电话 我真的是不行 把基金测了 这个会没法开 他有反应的渠道 那个信息比我们快多了 真的做了大型投资 人家掌控几百个亿 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就这个两会有影响 我还是觉得有影响 人家看到 会看 还有 说到这个 除了这个 还有一个基本面 就是原材料 最近的原材料 长得太厉害了 我们也说过 这原材料的问题 这个原材料 跟现在主要是 跟习近平的 这个战狼外交 有点关系 你战狼外交 随着 他这个战狼外交 比如 他不是说 只搞台湾凤梨 他啥都搞 澳洲也搞 那么通通搞 菲律宾香蕉他也搞 他就是搞内循环 他要节省外汇 什么的 那 造成的一个影响 那就是物价的上涨 原材料 原材料涨了 工厂就不好做 因为工厂 它是通过 要采购原材料 然后 做出成本 成品来 成品来 卖 但你消费端起不来 消费端起不来 大家都知道 中国人没有消费能力 曹德旺都说 中国真有 真正 巴金有消费能力 就那两个亿 数完了 就那两个亿 其他都是 每个月一千块的 李克强说了 所以都没有消费能力 你指望他 都会放狗屁 那种 所以这消费端 又起不来 工厂就不赚钱 所以你企业的盈利 也不行 这个是个基本面 那宏观一通的分析下来 你这个好不了 好不了 最后 我们这样分析了一通 当然我们要持续跟进 我说了 这本市场 它是有时效性的 时间的时 你不可能 一年前说 说一个结论 一年之后 可能习近平的心思 也会变 特别是资本市场 特别是股市 天天变 我们是持续跟进的 所以我们才需要 每天做节目 我一直以来 我的反对 我们做预言家 不做预言家 我们是紧跟市场分析 当然我们这个是一个宏观分析 具体的 微观的 怎么操作 现在宏观 就是你跟机构在大力割肉 机构在割肉的话 那真正的恐慌还没来 现在是机构坚定割肉的时候 后面还有真正的恐慌要来 当然具体的 它这是个宏观的分析 具体的 要看你的股票 看你的房子 像楼市 我一直以来 我坚定看空楼市 我们这个频道 是中国楼市的空军市令部 我都说了 空军市令部 但是我是楼市空军市令的 但是你给我送一套房 你要看具体情况 老人家要现在 打个电话过来 你快点回中国继承我的房子 我马上就蹦跶跶跶 我就过去了 你明白没有 在深圳有一套房子 要你继承 马上我就去 服汤到我都去 这免费给的 我肯定要 你要我掏钱 我就不买 所以你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 不是说我房子不要 送我 我就给大家要 送大家要 也没有必不值钱 我现在就想换外汇 你送我的 我也要 也没有 我送我 可不是什么物要来 对吧 所以这根据情况来 具体操作完全个人化 那就 这个视频先到这里 觉得 好的了 点赞 订阅 分享 拜拜 拜拜